沙登警方上个月8号接获一名华裔男子投报 只位于蒲种金鸾镇的住家遭人报窃 叫车也不翼而飞 警方经过三个星期侦查 上个月29号在霹雳珠宝一家酒店 逮捕四名华裔男子 一名乌裔女子和一名越南籍女子 调查发现这个名为阿豪党的犯罪团伙 三名灵魂人物都是犯罪累累的重犯 其中一人还拥有17项犯罪记录 更是防犯罪案法令的逃犯 这名男子从7月31号开始 便没有向警方报道 还剪掉佩戴的监控器 结合另外两名重犯东山再起 两个月来在雪龙区 击打河槟城大四干案 涉及至少十宗破门行窃和偷车案 警方在行动中也一举充公三辆轿车 35只名表 8台相机 一些金饰以及干案工具 市值估计达到30万令吉 这么多字幕承计达到40万人 2